严正以待主持万安演习 专心试证 而台风来临前夕 新竹市民最关心的 不外乎是台风家 最新的资讯的一个掌握之后 我们来三方一起讨论 竹竹苗生活圈的一个 共同上班上课 或者是就是停班停课的一个资讯 随时掌握台风动态 不过高宏安也身处政治风暴中心 面对24号涉探助理废案 即将一审宣判 高宏安听到敏感话题 立刻转身就走 快步离开会议室 不过新竹市长可能更关心 台北放不放假 因为台北第1月24号上午11点的 一审宣判 可能因为放台风假 自动顺延到第一个上半日的 同一时段再做宣判 但新竹轻鸟行动举办的台派 大半周活动 打算风雨无阻照常举办 风雨挡不了民众的怒火 面对党内唯一一席 县市长官司缠身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选 则避而不谈 又哀悠闪过问题 根据民众党党规 高宏安如果一审被判有罪 最重可能被开除党籍 不只如此 一审被判有期徒刑以上 就会停职处分 由副市长邱全远代理 面对内外夹攻 高宏安尽情努力打正机牌 上专访 期盼在宣判结果出炉前 拉抬升量 继续容容其蔡城又张建伟 杨正强采访不懂 大贼近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闻